我现在目前在外商公司担任秘书 最近我载了台银的APP 台湾银行 因为我本身就是台银的用户 有时候要叫计程车的时候 它上面也是有一个全省的一个轿车的服务 不是说光在台北市 有时候去新竹或台南开会的时候 我也都会使用到这样的一个计程车的轿车服务 真的觉得很好用 个人生活因为我还蛮喜欢旅游的 所以我就会想要存外币或是美金 那我也会透过这个台银APP 每天去浏览一下最新的即时汇率 那如果在刚好在低点的时候 我就会赶快买入美金这样子 感觉离年底的旅游梦想又更近一步 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台银APP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我现在是进出口在做进出口贸易 它里面除了包含即时汇率以外 还有股市行情还有黄金价格 重要的是还可以集职下单 除此之外呢 我还发现它还有很多国内外的财经讯息 比如说你看像这边的那个全球讯息 还有大陆的行情 还可以国内外的财经讯息 它就很立即的告诉你 让你不会漏掉任何财经的讯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小帮手 它里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是包含那个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外县市 我可以立即查到高铁台铁高铁的时刻表 对我的生活也蛮大帮助的 不用再去等 哦那个真的很方便耶 那个啊这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拿来对那个统一发票 然后平常啊要无聊的时候滑一下 哦什么资讯都有 像有股市啦体育新闻啦 还有娱乐新闻啦什么项目都有都真的很方便 什么时间都可以用啊 折衣服也可以用啊 哄小孩子睡着之后也可以来滑一下 上厕所也可以滑一下 真的很方便 台铁的APP还蛮好用的耶 就我平常去上课或是去打工的时候 就会查询公车的相关资讯 那在公车或是在捷律上的时候 就可以看看最新的娱乐消息或是体育动态 啊有时还会查一下我的户头 比如说要转账啊或是交卡 咖啡啊都还蛮好用的 那就算临时一个朋友去看电影 也可以查询影哲的最新赏词 真是超方便的